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原公商铺资讯台节目潘总在线 这个星期是环球的议息周 联储局今天凌晨也公布了议息结果 1月市场预期暂停加息 到底对公商铺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就要请出我身边的中原公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先生 潘总和我们一起谈谈,潘总你好 你好,Yang 看到联储局议息结果出来了,维持利率不变 主席鲍威尔会后就说利率已经是接近足够限制性的水平 但是他的言论就比较鹰派一点 认为今年仍然是有机会加息的 你又怎么看呢? 今次的议息结果和今次暂停加息 意味着什么市场有没有条件加息呢? 其实也是一如预期的 早几天开始大家市场预测都超过九成机会 今次是不加息的了 所以结果都是预期之内 但大家都知道今次不加息 根据联储局的口吻 其实下半年仍然有机会加一至两次的利息 以及亦是说 如果大家说期望减息 也不会这么短期内出现 可能是说两年后才有机会出现减息 即是说在现水平的息口 基本上都会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只不过今次的议息暂停 然后大家都仍要观望未来的几次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 息口水平都是维持在这段时间差不多 也看到陆续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累积都加了十次了 累积的加幅是不小的 对市场当然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今次暂停了一次 对市场来说 也不是特别利好的消息 但也比坏消息好 休息一样 市场也加了一段时间 大家也很关注 最重要的加息就是 香港利率方面的环境是怎样的 你预计银行会不会跟随 暂时会不会维持最优惠利率的P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香港银行 其实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银行业务也是受压的 因为始终高息环境下 很多投资和商业活动 都不是太过活跃 如果看回银行的取态 相信如果美国不加 香港基本上一定都不加 就算之前有好几次 美国加息香港也未必跟随 而且近期看到有部分银行 都很积极去抢按揭业务 有个别事件出现 还说100万的按揭贷款 可能有7.5%的回赠 当然最后就删停了 也意味着银行对于整个业务发展 都认为息口加到今天的水平 对整体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 你觉得高息环境对现在投资市场 都一定有些影响 现在暂停加息 预计对工商铺市场有什么影响 工商铺市场主力以投资味道比较重 息口的走势一直都影响得比较大 其实今次就算说不加息也好 我认为只不过是没有在雪上加商 因为累积加了这么多次利息 其实大部分投资者 向我们也有表示 以往一段长时间 超过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一个低息环境 对投资来说当然是非常利好 可能问银行借钱去做投资 都是说一几、两几的利息 当然是没问题 但现在有很多投资者 尤其是一些大银码那些 他未必是用P减去做按揭 很多都是用Hyper加的 但大家知道Hyper的利息 其实波动得比较大 最高都去过四、五厘 如果Hyper要加上去 然后再借来做投资 的确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暂时压力比较大一些 所以今次我们看 如果联储局不加息的话 其实都可以说 真的没有在现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 雪上加商 但对投资者来说 暂时我觉得他们的取态 都比较谨慎和保守一点点 是的 你也就是了 投资者现在的心态上 是持一个什么态度 但最后你又觉得 对投资者现在的部署 应该是怎样呢? 有什么建议呢? 是的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有危就有机 在高息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也要知道 除了买物业 想买物业投资的客户 他要观望 但大家也不要忘记 持货高的业主 他因为利息成本高了 他也要减持物业 减低利息支出的成本 亦都受着很多银行的压力 或者是一些物业重股的压力 其实近期我们看到 都不少业主 都愿意在土价还价的 以价空间那里 遷就多些买家 亦都有部分的货种 我看到 都是比较罕有 和比较优质的物业 尤其是工商铺市场 在这段时间 我看投资者 如果是拥有一些资金在手 又可以用来投资工商铺的话 其实是一个好时机 始终市场上有货肯沽出来 亦都愿意用一个较吸引的价钱去沽货 这段时间应该是最理想的时机 如果大家能够密释到一些 市场上有优质的货 土价还价的空间又遷就了大家 买到心头号 其实近期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机 一旦去到下半年或者明年 当一些优质货被消化了之后 想再找一些损盘 就可能不容易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 如果手持资金 都不妨花多些时间做多些功课 出来看看一些优质物业 仍然是一个找损盘的好机会 好了今天就先谢谢盘总 也和大家先聊到这么多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钟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们一起聊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